大型科技公司对人工智能2024的投资情况 谷歌 字母表 谷歌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主要参与者 他们在各种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和项目上投资了数十亿美元 一些值得注意的投资包括 Nest实验室 以32亿美元收购 专注于智能家居设备和人工智能恒温器 DeepMind 谷歌以5亿美元收购了这家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此后他为人工智能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包括在强化学习和自然语言理解方面的突破 亚马逊 亚马逊一直在积极投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他们最近对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Anthropic的27.5亿美元投资 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大的风险交易 Anthropic专注于构建符合人类价值观的人工智能模型 亚马逊以7.75亿美元收购了Kiva Systems Kiva专注于使用人工智能的仓库自动化 人工智能部署软件 Swift Key被微软以2.5亿美元收购 以其人工智能预测键盘而闻名 Meta前身为Facebook 虽然Meta在2023年没有投资外部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但他们一直在积极开发自己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 他们的重点是人工智能研究及其在生态系统中的应用 英伟达以高端人工智能芯片文明的英伟达 也加入了大型科技人工智能竞赛 他们支持了几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包括Scalei 一个用于机器学习模型的数据标签平台 获得了10亿美元的资金 NVintures 英伟达的风险投资部门 参与了Databricks和Anthropic等公司的融资 苹果 苹果去年收购了一家人工智能视频压缩初创公司 但在2023年没有投资外部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然而 他们继续在其产品生态系统中探索人工智能应用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IBM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 他们投资了各种人工智能项目包括Watson IBM的人工智能平台Watson用于自然语言处理 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 他在医疗保健 金融和其他行业都有应用 辩论者项目 IBM开发了一个人工智能系统 可以使用自然语言理解与人类就复杂话题进行辩论 销售人员 Salesforce一直在投资人工智能以增强其客户关系管理CRM软件 他们的人工智能功能包括预测分析 聊天机器人和个性化推荐 英特尔 英特尔是人工智能硬件领域的主要参与者 他们投资了与人工智能芯片和处理其相关的初创公司和研究项目 他们的重点是加速人工智能工作货载 三星 三星投资于各个领域的人工智能研发 他们的人工智能项目包括语音助手Fixby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理解腾讯 中国科技巨头腾讯对人工智能进行了大量投资 他们已在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驱动游戏方面的工作而闻名 百度 百度通常被称为中国的谷歌 在人工智能方面投入巨资 他们的项目包括 Apollo 一个开源的自动驾驶平台 DualOS 一款基于语音的人工智能助手 飞奖 开源深度学习框架 华为 华为投资于人工智能研发尤其是5G网络 云服务和边缘计算 他们的重点是让开发人员能够访问人工智能 阿里巴巴 另一家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拥有强大的人工智能业务 他们的投资包括 阿里云 提供人工智能服务的阿里云平台 城市大脑 一个人工智能驱动的城市管理系统 ETBrain 用于医疗保健和其他行业的人工智能 招救 推特一直在探索人工智能应用程序 用于内容审核 推荐算法和改善用户体验 特斯拉 虽然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主要以电动汽车闻名 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工智能实现自动驾驶功能 索尼 索尼投资于油气图像识别和机器人领域的人工智能 他们的人工智能摄像头和PlayStation功能展示了他们的承诺 大型科技公司正在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初创公司进行战略投资 以保持在技术进步的前沿 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仍在继续 这些公司正在塑造人工智能的未来